好 再看这个政治人物 我常会说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来形容从政应该有的态度 那么令委翁金珠他还真的不怕热 也不怕进厨房呢 他在真正的厨房里头 还真的有好手艺 料理招牌好菜 西班牙海鲜饭 这个正是一把兆 不说您不知道 其实翁金珠05年卸任彰化现场的时候 还开了一家餐馆 而这道西班牙海鲜饭 就是店里头的招牌 好 西班牙海鲜饭要上桌了 没看错这道西班牙海鲜饭 出自立委翁金珠之手 一次造访西班牙吃了之后 念念不忘翁金珠干脆自己动手做 香米 淡菜 洋葱 透抽 干贝 杏鲍菇 番红花 原则上爱吃什么就加什么 料多又澎湃 为了煮出适合台湾人的口味 所以翁金珠还有独门秘诀 如果是在西班牙 你西班牙 他们在煮 把生米就丢下去 然后一起焖 所以他焖出来的米饭是不熟的 台湾人的口感 大概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就稍微改良了一下 煮起来刚才差不多三四分熟而已 等一下煮的话就熟 不说你不知道 翁金珠2005年底卸任彰化现场之后 曾经经营咖啡餐馆 这道海鲜饭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那县长卸任的时候 他们不相信我会做饭 更不相信我会做西班牙海鲜饭 有一些老同事还有记者 到厨房去 一个县长居然再能够卸任下来 自己亲自去厨房 当电脚二 端咖啡 还有煮这个饭 他看了以后 他自己就掉下眼内说 真的很感动 做菜跟问证一样丁筋 为了学做这道菜 翁金珠实验了一年才开卖 研究半年以后就开始煮 然后买锅子买所有的材料 开始请朋友来试吃 大概到我们家来试吃超过两百个人 海鲜饭算是翁金珠当时战别政坛的兴趣 现在嘛当然是问证摆第一楼 明镜宣传媒杨清明台北报道 再次见证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